永恒之门 第2551章 短暂的交锋 作者 六界三道 碰 沉寂未多久的神须又有轰鸣声传遍四海八荒 嗯 刚欲退走的看客们又纷纷拐了回来 眼神奇怪地望看禁区 神须是怎么了 真有人砸场子 不妙啊 名神表情凝重 扶摇怕是被堵在里面了 干 狂音节最是霸气 无甚废话 当场记了葬神顶 嗡 顶颤 星空晃荡 无尽的神辉与法则纵横交错 猝不及防的是漫天看客 被这一幕惊得心灵俱颤 干 魁江一声抱贺 以本源神力催动了神魔塔 另一方 战天行则抛出了荒天镜 如神盲植入九天 没完 还没完 荒天镜之后 便是森罗剑和气神刀 一刀一剑 皆是光芒万道 威势灵天 古洞 世人剑之 皆猛吞口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若非亲眼的剑 他们都不知神须之外 竟藏了这么多狠人 不动则已 洞便是大阵仗 怕是除了太羽宫 神朝的一众荒神兵 都被拉过来了吧 轰隆 万众瞩目下 五尊荒神兵如五轮炙热的太阳 齐齐砸向神须 二者碰撞 顿有一道乌黑的光运 斜卷毁灭之意 横扑浩瀚星空 退 看客皆是顿法 不要命的后撤 游跑得慢的 遭了余微波及 被撞得七零八落 看神须 竟是毫发无损 荒神及结界 还是那般夺天造化 对此 不止神朝众神 在外的看客 也无半分诧异 神须可不是一般禁区 他有完整的乾坤 配合荒神结界 堪称绝 对防御 再来 狂音节冷亨 永恒的光辉 占满体魄 无需他说 列位大神 也都在调动本源之力 极尽复苏至高神器 停 不等众神第二次轰击 便闻神龙道尊一声报贺 就在前一瞬 有一道倩影 顿出了神须 正是扶摇 也不知用了何等神通 竟避过了围杀 顶着禁区乾坤的压制 逃了出来 哪里走 有一只乌黑的大手 自神须探出 抓向扶摇 与之一道的 还有刀光 剑芒 掌印 铺天盖地 破 魁江一鹤铿锵 一道凝炼神剑 隔空披灭了大手 众神也都未闲着 纷纷施法 帮扶摇挡了禁区功法 嗖 扶摇一步大挪移 顿到了飘渺虚无 其后 便是一片煞气的海洋 卷着一尊尊神 自禁区杀出 给吴杀 吴望魔尊冷冷一声 一掌劈出了一道万丈勾壳 随他而来的神 也神力滔天 一尊尊的神器升空 宛如漫天星辰 在同一瞬 绽放了火热的光辉 更是激荡出了毁天灭地之力 娶你姥姥的 罪霸气不过狂音节 以永恒道 催动脏神顶 横扫虚空 战天行等人 也集体发力 将四尊至高神器 合力祭出 而后一幕 就格外壮观了 神须法器虽多 但撞上至高神器 就脆弱如指了 一尊接一尊地崩碎 本命神器反噬 让他们的主人 异常地难受 肉躯炸裂者 比比皆是 横翻虚无者 也一抓一大把 走 众神为恋战 集体撤退 这 是个明智的决定 而今这片星空 可是神须的地盘 真若敞开膀子硬干 怕是伤亡惨重 若其他禁区的神魔 也杀过来 那今日 就不用走了 杀 神须第一殿主抱贺 煞气汹涌 罢了 穷寇莫追 吾望摩尊淡淡一声 追 指定是追不上的 为今之计 看好赵云才是王道 待他夺了永恒 再收拾神朝不迟 这就完了 眼见双方各自退兵 场外看客 多意犹未尽 许多年了 没见过这等大阵容 却是一个照面 就落寞了 不过 想想也对 神朝今非昔比 再不负当年盛况 硬要与神须拼 结局只能是全军覆没 人呢 看客还未走 便见四方云洞 大片神光袭来 皆是其他禁区的至尊 姗姗来迟 啥也没捞着 好端端的 怎么会打神须 魔狱第一天王陈寅 都是歇个老油条 此刻的谋都极为深邃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神须之中 必藏有秘心 而那个秘心 定是神朝不得不出手的理由 一来二去 可不就干起来了 来都来了 讨杯酒吃 炼玉第一护法 笑看神须 如他 其余四大禁区的至尊们 也皆是这般念头 究竟是何秘心 他们也好奇得很 良久 才闻神须传出话语 修乾坤 不见客 寥寥一语 整个四大禁区的神 都很没面子 可神须越是这般 此事便越有猫腻 破 扶摇这口血 吐得有气无力 他受伤了 伤得很惨烈 道根近乎崩坏 原神极尽腐朽 连准荒境的修为 也一路跌到了神明镜 看得神朝众神 脸色难看 他 在神须 扶摇昏厥前 流了这么一语 众神听了 难看的神态 瞬间凝重到了极点 好一个神须 真是大神通 应结归位都能结胡 如此禁区 想强行把赵云救出来 根本不可能 神朝在全盛时期 或许可以 如今 最强的扶摇都倒下了 去多少死多少 短时间内 死不了 狂音结灌了一口酒 他也悟出了永恒 颇知这一道 有多玄傲 大成即永恒 不死不灭 欲要将赵云炼化 没个三五百年 想都别想 所以说 他们还有时间周旋 若他好运 也修出个大成永恒 是不介意硬闯神须的 呼 被锁在祭坛的赵云 狠狠耸了一口气 他不知战局如何 但他知道 扶摇逃出去了 逃了好啊 不用白白舌了性命 至于他 纵是被封印 一时半会也死不了 无望魔尊那斯 也不会舍得他死 莫得 一缕清风吹入大殿 卷着一抹女子香 有人进来 是一尊女神 光霞龙目 宛若梦中人 见他 赵云心神有一瞬恍惚 不觉间 意起了虔诚往事 我该换你赵云 还是赵子龙 女神清语 心静也如赵云 恍惚不堪 你呢 我该叫你羽魔 还是李昭阳 赵云淡淡道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2章 好好招呼 作者 六界三道 镇国将军赵子龙 大唐公主李昭阳 天道轮回中的两个人 时隔多年 又在神须相遇 前尘往事 依旧历历在目 可他们 却已不是当年的心境 乃至寥寥一语 大殿便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母后 可还好 两久 才见羽魔清纯微起 郁郁而终 赵云一语平平淡淡 神色无喜无忧 你 可等到他了 羽魔清语 口中的他 自视直柳如星 会等到 赵云微微抬眸 看向了虚无缥缈 好似能隔着无尽时光 望见一道身穿嫁衣的倩影 宛若一只蝴蝶 在岁月中飘飞 那是地仙 是柳如星 也是他的妻 十年 他在天道轮回中 等了整整十年 而今再看 那年的赵子龙 根本就等不到那年的柳如星 幻雪 早在药王谷的那个夜 他爱的人 便已不再人世了 羽魔又沉默 心神又如先前那般 恍惚不堪 游记得他当年死时 对赵子龙说过一句话来着 来生 若还有缘再见 愿你花心些 莫太早娶妻生子 娶了也无妨 那我做妾也好 天道好轮回 真就有来世 可大唐的情与泪 延续的还是悲与伤 嗖 殿外 又吹入一抹清风 也卷着一抹女子香 此番来的 乃孟魔 真就如一个梦 四隐若现 简直 羽魔忙慌收了思绪 也是忙慌行礼 相比他 赵公子就有点尿急了 羽魔虽也属神虚 但天道轮回中的一遭 多少有点交情 也多少会给他留几分薄面 至少 不会揍他 孟魔就不就一样了 这娘妈不是一般的记仇 看他笑得那般开心 显然不是来与他唠家常的 说 话间 孟魔已踏上祭坛 的确 他在笑 笑得整个大殿的风 都变成了阴风 赵云 你也有今日 孟魔悠悠一笑 伸手抚摸赵云脸庞 摸着摸着 就变成您了 逮住赵云那张脸 您的颇来劲 多少年了 逢他见这小子 准没好事 不是挨揍 就是被收拾 终于能扬眉吐气一回了 别说 拧了这么几下 心情好多了 若非主上有令 不得动赵云 不然 定给其卸个灵剑下来 都这么多年了 你咋还不嫁人 要不 晚辈给你介绍一个 叶辰 我的好兄弟 床上功夫尴尬的 赵公子也是心态好 脸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了 小嘴还巴巴的 也是他动不了 否则 今日定让孟母吃得饱饱的 牙尖嘴利的小子 孟母丝毫不怒 非但不怒 还笑得玩味戏虐 且手上的力道 还加重了几分 宁人一时爽 一直宁一直爽 可还偷偷看年货 你这毛病得改改 好歹是神虚的大神 传出去成和体统 听晚辈一言 找个人嫁了吧 去床上研究 赵云疼不疼 外人不知 可他那张嘴啊 是真的欠 哪壶不开提哪壶 赵云 梦魔没了优效的性质 美眸却多了燃烧的火苗 要说最赏心悦目的 还是他那张绝世的容颜 已是添了一抹红霞 真如梦境一般的美妙 一句年货 给他整破 妨了 神朝那帮兔崽子 这些年没少给他大肆宣扬 他为何多年不出禁区 闭关是真 没脸出去也是真 都怪赵云 就是这小子 让他一世英明 毁得没半分好形象 哟 脸红了 说 我让你说 梦魔不宁脸了 一张封印符 呼赵云嘴上了 羽魔看得眼嘴偷笑 老实说 相比那个为人正派 缺一根筋的赵子龙 他更稀哈尔金 这个不咋要脸的神朝之主 都被封成这熊样了 还有心情斗乐 斗 为吗不斗 这 会是赵公子的回应 他都这熊样了 还有啥不敢的 即便被封 也得过过嘴瘾 有种灭了我 看你家主上不打断你的腿 你 出去 梦魔侧眸 冷冷看了一眼羽魔 羽魔倒也听话 真就转身走了 走出很远 他还不忘回眸看一眼 正见梦魔自秀中 掏出了一个小包 若未看错 该是何欢散 神级的 可 羽魔一声干咳 如一阵风 飘出了大殿 要说他家梦魔大神 也真有趣 大半夜的不修炼 用春药 招呼神朝之主 无妨 某人抵蕴雄厚 多吃几斤无大碍 至于赵云的性命 他也不担忧 大成永恒 不死不灭 欲将其炼化 岂是那般容易 殿中 梦魔已接下了赵云 嘴上的封印符 一脸笑眯眯 老实说 他早想这么干了 对待赵云这等嘴欠的 就得下猛料 前辈 别这样 赵云呵呵 一笑 完了 嘴巴闭得哪个结结实实 何欢散啊 神级的 这玩意儿可不能多吃 吃多了甚虚 说 怎的不说了 女人一旦记仇了 节操是可以不要的 如梦魔 就掰开了赵云的嘴 一整包全给塞进去了 为此 多年以后 他没少做这娘们的相公 回回都没收作案工具 涂点辣椒水 再给人放回去 嗯 梦魔走了 店中却多了闷哼声 这个夜 赵公子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中 有他家仙 洛霞 瑶月 哪怕是一头母猪 看着也挺没青木秀的 梦魔 你带他 他梦醒那日 整个神戌的至尊 都没睡好觉 唯有羽魔 偷偷发笑 还很贴心的 给大唐的镇国将军 换了一件衣裳 心情舒畅的 是梦魔 做梦都能笑醒 也得窥无望 魔尊封了神殿 不然这娘妈 定是三天两头的去一回 甚好 心情舒畅的 不只是梦魔 还有婆罗魔神 身为魔狱之主 他是专走狗屎运的 本是悟道 却是神游太虚 一不留神 撞进了一条河 一条名为岁月的河 河中 飘着一道倩影 且身穿嫁衣 定眼一瞅 竟是仙庭女君 不知阴河沉睡 他多善解人意啊 破开了岁月 把地仙 请他家做客去了 则则则 若灵之话 还是仙界制裁者 见此一幕 定然唏嘘 一个神朝之主 一个仙庭女君 天造地设的两口子 咋就这么倒霉嘞 一个被神须截胡 一个被魔狱捉走 不要太悲催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3章 神须意念战 作者 六界三道 神须之祖殿 古老沧桑 也威严庄重 他是自带道音的 宛若红中 响彻禁区 正所谓 静水楼台仙得月 被封于其中的赵云 每日都聆听 他心态的确不错 都被禁锢了 动弹不得 还能静下心神悟导 只要不是梦魔那娘们 过来唠家常 谁来的都照得住 提及梦魔 近日消停不少 没脸出去溜达 便闭关静修 也如婆罗魔神 他也神游太虚了 只不过 是在梦中徜徉 他在蜕变 正从残缺 一步步走向圆满 因他起的古老异象 总会在不经意间 严满飘渺虚无 后被神明见了 无一步心神恍惚 耶 吴旺魔尊于祖殿显化 笑得玩味戏虐 准备多日 他终是腾出手来 恋化永恒了 对此 赵云早有觉悟 无非是早晚的问题 可有一言 吴旺魔尊笑看赵云 常言道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你家梦魔 借我用几日可好 赵云揣了手 说的也是一本正经 谁说神朝之主不计仇 也想把孟魔恩娜 喂上三五吨特产 顽皮 吴旺魔尊不听他瞎咧咧 当即施法 震壁一挥 随之 便见漫天顿甲天字 绽放万丈光辉 普照祭坛 赵云一声闷哼 永恒的气血 被那顿甲光辉 强势画面 哦不对 不是画面 而是练画 速度虽慢 但的确在腐朽 感觉如何 吴旺魔尊的优效 还是那般玩味 眸光也还是那般炙热 造化 这是他的大造化 能不亢奋 相比他 赵云就颇淡定了 稳如老狗 或许 这真是一个死局 但未必没有生路 B2他在等一个人 更确切地说 是等一个因果 你 应该悟出永恒了 赵云的南语 指他一人听得见 至于口中的你 自是指夜晨 他二人的因果 简不断理还乱 他算不透夜晨的前路 但他知道 那永恒的火 会燃出希望的光 So 莫的 他突厥眼前一抹黑 再开谋 已是一片混沌的世界 看对面虚无 有一道雄武的人影 眼然而立 正是吴望摩尊 神灰龙木 如一尊燃烧的太阳 赵云扫了一眼乾坤 目光最后落在了吴望摩尊身上 这片世界并非真实 而他与吴望摩尊 也皆为意念 说白了 意念战 昔日 在炎宇宙的明界 他与夜晨 也曾这般打过 结局吗 与他二人而言 不怎么美观 同归于尽 天道轮回一场梦 无道要看看 辱得了何等的感悟 无望摩尊幽孝 仿若幽冤的谋 占起了一片毁灭的光辉 他是要战 而这一战 他已等了很多年 只有打败大成永恒 才能重拾西年溃败的道星 才能在最短的岁月里 将赵云强势炼化 他这小心思 赵云岂会看不透 也正应看得透 他的光辉 才极尽璀璨 自被镇压 他可是憋了一肚子火 正想找人撒撒气呢 无望摩尊好心肠啊 不止善解人意 多半也异常地抗揍 来 两人无甚废话 皆战力全开 此一战 没有杂杂乎乎的看客 也无人知晓输赢 只知 战后许多时日 都不见无望摩尊来组电游逛 他输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却被大成永恒 一顿好揍 该死 幽暗的地宫 无望摩尊的面目 如厉鬼一般 森然可步 他的算盘打得挺好 只要赢赵云一场 便可让永恒破脚 一旦永恒破脚 炼化赵云 指日可待 可这一战 他非但没赢 还险些被打得到心崩溃 再找刺剑 还揍你 多少天了 自被神虚镇压 赵云第一次这般畅快 若每日都能做无望摩尊一顿 多吃几包特产也无妨 有些事啊 就不能想 因为一不留神 就可能达成所愿 这一日的晨光 比往昔都何须 而这一日的梦摩 却比往常笑得更邪性 他又来组电了 出关的第一件事 便是来看他的老相好 为此 他还找了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有进没进 难得畅快几日的赵公子 脸庞瞬间黑如交叹 月神带我去过轮回 地先送我去过岁月 太夕也让我见识了一番何为时空 无这一路 走的也算多姿多彩 梦摩已拆开一包特产 还是那般一脸笑眯眯 就差来一句 小宝贝 别怕 别急 你的账 你师尊的账 你媳妇的账 咱一笔一笔的算 你个败家娘妈 我 嗯 神朝之主的仪式英明 在 这个夜 不适合拿出来说 梦摩说到做到 也毫不含糊 真为 不为做不了好梦 贴心的依旧是雨摩 特意等了三五日 才偷摩来祖殿 给赵云换了一件新衣裳 脸颊上的一片红霞 怎么看都是楚楚动人的 这丫头 挺好 上苍无所事事 就喜欢看某人吃扁 当然 若有现场直播 他们也不介意欣赏一番的 自在天略显尴尬 入天道前 他可没少与梦摩干长 岁月太久了 那娘妈 怎地在没节操的路上 越浪越远了 就是苦了赵云 梦摩若盯着他不放 这得吃多少年特产 哄 碰 震天动地的轰鸣 不存于现实 还是意念战 重整旗鼓的吴望摩尊 又来与赵云约架 这一仗 打得足够久 而赵云下手的力度 也前所未有的强 在梦摩那吃扁 总得找个人发现 一身的郁闷气 都用来招呼吴望摩尊了 可叹神须之主 在自家底盘 尚赶着挨了两顿奏 心情不爽 谁撞见谁倒霉 也是梦摩不长眼 遭了一顿训斥 完了 他就提着家乡的特产 找神朝之主撒火了 于是乎 这事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赵云揍吴望摩尊 吴望摩尊训斥梦摩 梦摩招呼赵公子 形成了一个很美妙的循环 阿剃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照云醒时 一个喷嚏打得头云眼花 也怪顿甲之光 无时无刻不再普照 他不知丢了多少永恒气血 时至今日 根基已有破损 加之特产伤身 整个人都粘不拉几的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4章 无题 作者 六届三道 这一日 摩尉禁区 也撑起了荒神结界 闭门不见客 不解的是 仙种 炼狱和佛国 不知神须和摩尉 搞什么名堂 事出反常必有妖 莫说他三家 连世人都嗅到了一股 神秘而诡异的气息 摩尉的祖殿 气场之辉弘 丝毫不若神须 恰逢夜里 月光倾洒 照得此宫殿 如梦似幻 帝先已醒了 就被封在祭坛上 也是货真价实的荒神 及封印 鉴于 他非一般的神 摩尉还调来了 伏魔天散 以致高神器做镇压 赵云 赵子龙 夜深人静时 他的南宇 伴有婆娑的泪光 天道轮回一场梦 也是一个 燃血的生离死别 十年 未等到柳如星的赵子龙 是否会怪他不守莫言 前尘往事太苦 这次换他等 等他爱的人 踩着永恒光来接他 Soul 清风不解义 扰了他恍惚的心境 自是婆罗魔神了 如鬼魅一般显化 帝先 别来无恙 他的幽孝 带着一股子阴森 也如无望摩尊 他那略显浑浊的眸 沾满了火热之光 若恋化帝先 若夺了仙庭女军的岁月 那将是一场 何等的大造化 他的如意算盘 帝先同样心知肚明 正是知晓 他才静若止水 魔欲 没有无缺的乾坤 欲恋化他之岁月 痴人说梦 漠然间 殿中景象变得混混顿顿 由真实化作了虚幻 混顿深处 婆罗魔神显化 他本苍老 可这一瞬 他形态很年轻 绝代的风华 半分不若仙庭女军 战一场可好 婆罗魔神悠悠一笑 要不咋说 都是禁区之主 他与无妄魔尊所想 如出一辙 二 欲恋化帝先 须让其岁月破脚 如此 才能夺那逆天造化 单打独占 如有几分胜算 帝先偏然而立 一声清语如仙曲 化未落 便见他周身多了一条河 那是岁月长河 古老 沧桑 幽远 与先前不同的是 此番的岁月 竟蒙了一层永恒的色彩 岁月永恒 本还在优效的婆罗魔神 不禁俏眉微平了 永恒之道 那是一种无上的存在 修至大成 即是永恒不朽 神朝之主赵云 便是个极好的例子 不死不灭的道 真真的霸道 他很意外 帝先竟也踏足了这个领域 虽远不及赵云 可那岁月之光 映在他眼中 却比一把神剑 更显刺目 越是如此 他眸光越炙热 岁月永恒好啊 待恋化帝先 皆是他之养料 哄 碰 说多了都是废话 风华绝代的两女子 顺势开战 此战 也无看客 究竟战了多少回合 也无人知晓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局 婆罗魔神 比无妄魔尊败得更惨 也险些 被打得到心崩溃 这也怨不得他人 明明已忘见岁月永恒 还要上去找刺激 该死 夜里 面目猙獰的 不止婆罗魔神 还有无妄魔尊 又被揍了 不敌大成永恒 无敌的心境 极境破脚 不过 他比婆罗魔神有出息 将不死不灭的赵云 当作了魔刀石 虽逢战必输 却是越战越勇 要在意念战中 将己身千锤百炼 事业 神须组电一片宁忌 赵云稳坐祭坛 静静仰望星空 看那顿甲天字 他知道 每一颗天字 曾经都是一个真实的宇宙 他不知的是 谁这般大神通 竟能将那么多宇宙 炼化成字 说到炼化 他又一声闷哼 大片永恒气血溃败 若这是一场恶难 将会持续很长一段岁月 直至他被彻底炼化 又是一缕清风 自殿外吹入 有女子相飘飞 不是梦魔 是雨魔 即便是梦魔那娘嘛 也无所谓了 吃了几次特产的赵公子 已习惯了 习惯到三天不吃 就甚是想念 在看什么 雨魔一声轻雨 看看天上 会不会掉个媳妇下来 赵云随口道 你心态真好 雨魔甘笑 随眸还看了看四周 见眉人 才从袖中拎出一个花篮 篮子中放着一颗颗鲜果 那是赤橙黄绿青篮子 啥色的都有 而且都分香扑鼻 吃吧 雨魔扶手 将花篮放在了祭坛上 这怎么好意思啊 赵云口上说着 手却格外诚实 随手抓了一枚 吃得没眼没皮 别说 神须的果子 味道就是不一样 也是雨魔会挑 专挑美味的斋 偷摸送给心上人吃 对 就是心上人 李昭阳爱极了赵子龙 他也承接了天道轮回的情 多看赵云一眼 就心神朦胧 若是可以 他宁愿他与赵云不是神 做凡人挺好 你也吃啊 赵云又抓了一颗果子 随手抛了过来 雨魔倒也不客气 一边吃 一边绕着祭坛转圈 眸中海闪 朔着明暗不定的光 情自误人 而此刻的他 就忘却了立场 竟在研究封印 确切说 他每回来都研究 期望寻到一丝破绽 已救赵子龙 可惜 他底蕴有限 这座祭坛 又是神须最高级别的封印 根本就无从下手 怕是不等他动手 悬于虚无的无妄神刀 便将他披灭了 死局 这是一个死局 他是越看越绝望 实在想不出 赵云如何逃出生天 孟魔与无妄魔尊的辈分 谁更高 赵云莫得一语 先尊 阿罗佛尊 婆罗魔神署一代人 我家主上则与罗侯鼠同辈 论辈分 远低于孟魔 与魔还在研究封印 那为何无妄魔尊训孟魔 跟训小孩似的 赵云不解 无妄魔尊继承的是始祖的血骨 在我神须 是把他当作始祖来供奉的 难怪 赵云一声难语 顺手还摸了摸下巴 相比多年前 无妄魔尊的确有了一番大蜕变 而这等蜕变还未真正完成 一旦功德圆满 怕是会涅槃成始祖级 搜 正想时 羽魔一步踏上了祭坛 这妹子也是有意思 没收了赵云的果子 还把赵公子一把笨拿了 完了 咔咔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就打了 还满口大骂 让你调戏我家地神 让你偷我神须宝物 让你挖进去神术 打不过是做做样子 那不 姓孟的那尊魔 以悠哉悠哉地踏入了祖殿 见此画面 孟魔那个欣慰啊 这些年 没白疼这丫头 就是苦了人赵公子 果子还没吃完 就被做得鼻青脸肿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5章 姓赵的魔刀石 作者 六界三道 宇宙 逢夜深人静 神须祖殿的深处 都有赵云的低语 那漫天如星辰般的古字 是他唯一所能看到的风景 时至此刻 他眼中的顿甲天字 以非字 而是一个个的宇宙 有那么几个瞬间 他甚至 还能透过无尽沧海桑田 望见一片片山河 古老文明 演绎出的是繁华与衰败的光景 遥远到渴望不可及 赵云 好兴致 优笑声起 一道雄武的人影 于祭坛显化 自是吴望摩尊 每隔几日 便会来一趟 当然不是唠家常 而是在意念中 与赵云熬战 他已败了很多场 却越战越勇 低估你了 赵云自星空收谋 瞥了一眼吴望摩尊 这思 已变得与先前有些不咋一样 他知道 竟已多了点点滴滴的永恒色彩 拜你所赐的机缘 吴望摩尊的孝 除了极许玩味 便是一股子亢奋 挨揍 也是一种修行 若它是一把生锈的剑 那赵云 便是一块磨刀石 与大城永恒战 即千锤百炼 事实证明 这条路的确多造化 他已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将赵云托入意念 还是那片混沌的世界 他们如两轮太阳 一次又一次地碰撞 结局 一如既往的毫无悬念 无望摩尊又落败 却败得眸光炙热 宇宙 神须之主走后 赵云又仰眸 看那顿甲天字 自知光 是悬翼的 也是霸道的 他永恒的气血 已不止一次溃败 他无法逆转 至少经被封印的状态 难以扭转乾坤 我也身怀宇宙 给点面子 赵云一声嘀咕 神字顿甲 很遥远的事了 与他相容 已成永恒道的一部分 可惜 神须的天字 油言不尽 他苦口婆心 叨叨半夜 迎来的却是一片片的 炼花之光 这一夜 他堕入了沉睡 自被镇压神须 这是他第一次沉眠 梦 有梦 他梦见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一身细服 神资偏仙 笑儿 赵云下意识喊出了声 是我 梦中 竟有月神的回应 那 是跨越万古的对话 只不过 是以梦境为媒介 月神还在 活在天道轮回中 时事圆满 会是他的路 赵云这一睡 便是三年春秋冬夏 三年间 无望摩尊 未曾踏足过神殿 他许是有顿悟 心境与天地契合 乃至每一个呼吸 虚无都有电闪雷鸣 除此 便是奥妙的异象 一旦眼开 便是几日不绝 永恒 梦魔有一声低语 看虚无异象的眸 颇为深邃 不愧是成绩十足血骨的人 果然逆天 一战接一战中 真就占出了永恒的光 三年 也险见他入神殿 客产位多了 某人就免疫了 羽魔依旧像的小偷 偷偷摸摸 此番再来 他踏上了祭坛 默默看赵云 三年的时光 他之气血 已被顿甲之光 炼得极尽溃败 本是如铺的黑发 也已多了几缕银丝 正如天道轮回时 风华正茂 却多岁月斑驳 赵子龙 夜里无人 他挽了他的歌 不 脸颊歪在了其尖头 他的喃喃自语 无人听得到 只朦胧的心神 一次次将他带回 那个名为大唐的梦 第四年 赵云缓缓开眸 眸中多了些许浑浊 这等景象 还会持续很多年 直至他眸中无光 直至一片 望不见尽头的黑暗 醒了 梦魔是个不安分的主 第一时间便来了 三年 他也有蜕变 残缺的身 残缺的道 正渐渐走向圆满 梦之道的绝顶大神 果是美艳绝伦 赵公子没睡迷糊 至少 知道简好听的说 那娘们若心情舒畅了 便也不会为他特产了 事实上 他想多了 今夜来的梦魔 无论是心境还是道 都已无限接近圆满 这等存在的至尊 已远不是当年那个 占点小便宜 就幸灾乐祸的小梦魔 他长大了 在接近圆满的地步 生出了无上的心境 正因无上 他来时才未待特产 不屑于恶作剧 战一场可好 梦魔一语 宛若神曲 听得赵云眉宇微调 不过转念一想 便无甚诧异了 且说无望魔尊 隔三差五与他熬战 战出了永恒色彩 这娘妈多半也想走这条路 So 不及赵云回应 眼前的景象 就变成了一片混沌的世界 意念 他非真实 梦魔同样如此 惋似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用不用让你几招 赵云悠然而立 如当真以为 永恒天下无敌 梦魔淡道 数之不尽的梦 在他周身 演成一幅幅画面 有日月 有星辰 每一道都如梦似幻 他都这般说了 赵云自不会放水 非凡没放水 还战力全开 一朝一世 多少都带点私人恩怨 破 梦魔出意念时 一口烟红的血 吐得酣畅淋漓 败了 他败得一塌糊涂 近乎圆满的梦 被赵云的永恒 打得支离破碎 若林之画 还是制裁者 定喜欢看这剧目 梦知道领域的绝颠大神 不是在找刺激 就是在去找刺激的路上 赵云也是 半分不知怜香惜玉 道心都险些给人打崩溃了 吴 还会再来 梦魔走时 撂下了狠话 赵云则揣了手 一副神态 很好地诠释了一番话 再来还揍你 说好的再来 却是自这一日起 足有十年未见梦魔 梦知道出了问题 一不留神 堕入了魂恶 造孽啊 赵云听闻消息时 做梦都笑呵呵的 第十一年 神戌外传来了一道熟悉的报荷 来战 定演那么一瞧 正是狂音节 悟到多年 出关便跑来 找吴望摩尊约驾 干仗是假 就赵云才是真 若绑了吴望摩尊 才有与神戌谈判的资本 这般想死 成全你 吴望摩尊冷笑 一步踏出了禁区 他可以不出来的 实在是 悟出了些许永恒 想找人试试刀 哄 碰 震天的轰鸣 随之响彻浩瀚星空 惹了不少看客 而赵云 便是其中之一 虽被尽在祭坛 却能隐约瞧见大战的场景 战局如何他不知 只知星空燃血 永恒光四射 无论是老狂 还是神虚之主 都走出了一条 专属自己的路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6章 六十年的梦 作者 六界三道 绑票神虚之主 显然是个 无法实现的理想 黄英杰虽站立那天 可对上吴望摩尊 还是差了些火候 这 也归功于神朝之主 极好的磨刀石 真把仇家那块锈铁 磨得赠光瓦亮 哪怕是出入门禁的永恒 也让狂英杰打得郁闷至极 他 何时修出了永恒 四方看客中 不乏其他进去的大神 难与生中多诧异 霸天神体 射击永恒路 他们早已见识过 未成想 吴望摩尊也造出了永恒光 这可不是啥好消息 特别是罗侯 已有强烈的危机感 遥想当年 他与吴望摩尊 基本是同步并境的 才十几载未见 对方竟已悟出永恒 领先了他 辱神虚 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罗侯藏于虚无 极尽窥看 奈何 荒神结界遮掩 只见混沌 不见乾坤 今夜状态不佳 改日再战 万众瞩目下 狂英杰甩出了一道法则刀芒 转身扬长而去 无望摩尊未追 追也追不上 纵能追上 也拿不下霸天神体 有这功夫 意念战不相吗 他知永恒道 还须照云磨练 守着大成永恒 果然不是吃干饭的 狂英杰在现身 乃一片死寂的星空 捂着老妖 走得一瘸一拐 嘴角还不时有鲜血躺翼 这个宇宙 能揍他的人 属实不多 而无望摩尊 就是其中之一 并非他的永恒不及对方 石英那小子 一步步修回了始祖 荒神级的血骨 谁见了不尿急 哄 行至星河之盼 他缓缓定身 脚掌落地时 乾坤动荡 这一动荡不打 今 有一道倩影 自飘渺虚屋中被震出来 定眼一瞧 正是羽魔 不及站稳 便被狂英杰封在了星空 自个几斤几两 心中没说 狂英杰拎了酒壶 自顾自的喝 这小娘们 跟了他一路 肉票吗 不要白不要 乔羽魔 却神情淡定 即便被封印 也半分不及 他大半夜不睡觉 可不就是出来 找仇家吗 顺便 再借点东西 嗯 不知从哪日起 神须祖殿的梦哼声 越发频繁了 顿甲天字霸道 配合荒神法阵 无时无刻 不再炼化赵云 无法逆转 他可不得受着 以永恒硬撑 宁静的夜 他又堕入沉眠 一睡便是一个甲子 这六十年 于他而言 依旧是岁月中的恶难 明明不死不灭 可一眼望过去 他身上 哪还有半分气血 皆在顿甲之光的照射下 化成了虚无 没了气血 可他周身 却多了异想 确切说 是一条河 一条四真四幻的河 虚妄之河 无望摩尊见之 谋中有深邃之光闪烁 传说中的河 他未真正见过 但有关其凶名 却如雷贯耳 他不知那条河 与赵云有何关联 只知这般景象 看得他心烦意乱 有多乱呢 乱到他想当场杀灭赵云 思来想去 他还是强行压下了这个念头 杀赵云容易 造化会大打折扣 他要的是完完整整的练 哗 睡吧 睡梦中无痛苦 无望摩尊走了 却留下了如魔咒般的幽笑 他的笑 赵云听不见 因为心神被困在了梦境中 梦里 也有一条河 自黑暗中而来 朝无边虚妄而去 无等 是在局中吗 多年不曾言语的裁决上苍 莫得一声低语 灭了他 自可破局 太上冷冷道 此番 没人对他 连自在天的谋 都变得明暗不定了 局 这定然是个局 强如他们天道 都无法真正跳脱 如 也是局中人 自在天南语 望向了那个身穿戏服的女子 九世轮回 十世圆满 月神的天道轮回局 可即便是天道轮回 在那条河面前 也不过是一道稍微亮眼些的点缀 第七十年 赵云醒来 比之沉睡前 他双目更显浑浊 仅剩的几缕黑发 还坚守着最后一股子倔强 任顿甲之光普照 依旧漆黑如墨 如 还能撑多久 有笑声响起 无望摩尊第一时间显化 小意思 赵云盘腿揣手 也是埋手垂眸 不知在想啥 一场六十年的梦 让他忘却了时光 只记得那条河 在他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一次次徘徊徜徨阳 So 多年位于永恒大战的无望摩尊 已迫不及待将赵云托入一年 此番 赵云比西年含蓄不少 为当场开打 而是第一次颇为郑重的 扫看神须之主 这次的永恒 又精进不少 真让其走到大城 恋化他 便不在那般费劲 绝望吗 无望摩尊嘴角微翘 一步步踏天而来 永恒的光辉 在其周身飞舞 虽不及赵云的璀璨 可那种道 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小意思啊 赵云 还是这番话 大城的路 若真那般容易走 世间遍地都是永恒了 他虽状态不佳 揍这祸一顿的底蕴 还是有的 揍 说揍就揍 无望摩尊以为他很行 死战不退 赵云也实在 半分不留守 不死不灭的光辉 险些腐朽了 神虚之主的永恒 无 还会再来 输 无望摩尊以习惯 他输得起 且是越挫越勇 他知永恒 便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大败中 悟出来的 神虚祖殿 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赵云坐得安稳 未看星空 也未研究顿假天字 只读字一人 掰着手指 他再算 算自己的前路 可惜 一翻眼算 灰蒙蒙一片 倒是推演夜沉时 让他遭了个大反噬 也不能说反噬 又是那条诡异的河 在推演路上拦了道 他这一个不留神 撞了个板正 本就状态糟糕 反噬之后 道则不稳 孟魔也是会挑时候 当晚就来了 这娘们难得好心 竟是帮赵云疗伤 好一个完整体 赵云摸着下巴 上下扫量梦魔 多少年 他还是投回 见其最巅峰的状态 世人传言不假 完整形态的梦魔 不若同阶的月神和地仙 此番帮其疗伤 无非是想借他的永恒 完成梦之道的最后一步涅槃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7章 专制不服 作者 六界三道 意念中的梦之道 和永恒道 那是专属梦魔 和神朝之主的对决 两人如一龙一缝 盘旋九天 闹得虚无瓦解 将混沌 战成了一片黑暗 此战 魏波及外界分毫 道士战后 赵云嘴角躺溢了鲜血 永恒光也散灭不少 自被镇压神虚祖殿 这是他第一次受创 是拜梦魔所赐 好一个完整体 同样的惊叹 赵云又说了一遍 意念战 霸道如无妄魔尊 也从未让他这般狼狈过 梦魔出类拔萃啊 竟能以梦之法则 击穿他的永恒道 当年英曹地府一战 太羽神将 露天神将 祖神外家道主 四尊大神联手 都被齐杀得大败 完整体的梦魔 战力的确不是盖的 破 若说赵云嘴角溢血 是小打小闹 那此刻的梦魔 就是伤筋动骨了 借永恒 涅槃梦之道 他之想法不错 可这一战打下来 莫说涅槃了 他的道 还险些被打崩溃了 大成永恒 果是名不虚传 梦魔偏然而立 可他之神区 却在腐朽 一道道法则 由时便虚 由虚便无 梦之道的光 也极尽溃灭 他何止不如赵云 也不如无望摩尊 至少 神虚之主 在战中得了涅槃 而他 却又败在最后一步 虽然他 极不愿承认 可他的死对头月神 的确交出了一个 能超越创世神的妖念 硬着暗淡的心灰 他缓缓退出了祖殿 这一战 他败得一塌糊涂 须一场沉眠 来收拾心境 嗯 梦魔走了 赵云的梦哼 却多了几许昏尘 伤 都小事 恶心的是顿假天字 那诡异的光辉 照起来没完没了 时光 于他而言 好似没了概念 倒是他的胡子 颇不安分 伴着岁月 越长越长 还有他那最后几缕黑发 也映着顿假之光 彻底变白 啪 啪 不知从哪日起 他手中多了三枚铜钱 而他 就盘腿坐在祭坛上 抛了一次又一次 像一个算命的 在补挂 不灵了 他的天机术和推演之法 都不灵了 更准确说 他惹了虚妄之河 乃至无论推演谁 那条河都会绊到杀出来 硬要算 就是奔着自裁去的 小贝 你倒是好兴致 阴森的悠笑声 莫得响起 殿外有来人 是个身披玄色蟒袍的老者 一身沧桑之气 卷着一股无上的威严 正是神须第一祖王 赵云自认的 当年大战 就数着老小子 下手最狠 老实说 我不怎么再见你 赵云瞥了一眼 又埋头倒鼓三枚铜钱 都这副模样 还这般牙尖嘴利 第一祖王优孝 一步踏上了祭坛 他 不是来唠家常的 也是来磨刀的 对 就是磨刀 而神朝之主赵云 就是那块磨刀石 永恒啊 哪个不想射击 无望魔尊在战中修得永恒道 他也想来赵云这 沾沾喜气 万一成了呢 一旦踏出第一步 那便是质的飞跃 So 他也不管赵云怨不怨 直接托入意念 该是在赵云手中吃过大亏 他是半分不留守 上来便是战力全开 然 无甚调用 赵云不惯着这老货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揍 Po 第一祖王退出意念时 是喷老血的 且是一步没站稳 哐当一声灾计弹上了 神 不能太自信 太自信了 谁难受谁知道 如他 牛逼轰轰而来 一顿揍 挨得他怀疑人生 好个赵云 挨打了 心情自不爽 于是乎 他给赵云放了点血 美其约 研究研究 也得亏无望魔尊在闭关中 若见此境况 少不了一番训诫 大成永恒啊 他的逆天造化 绝不会容忍赵云的本源血 被他人射去 这一点 孟魔就做得很好 哪怕再恨 再有私怨 也不敢觊觎赵云的血 放 随便放 赵公子就淡定了 因为放多少血 最后都得还回来 要不咋说 他是神朝之主呢 猜的就是准 不过三五日 第一祖王就来了 真把他的血还了 不还能行啊 真等无望魔尊大发雷霆 可就没这么和谐了 一句话 赵云被炼化之前 他的本源 本源血 道则 所有所有的一切 任何人都不能动 赵云 鲁还能抗多久 皮痒痒的 不止神须第一祖王 还有神须第一殿主 他是投回来 满目都是炙热之光 压抑不住吞噬赵云的心绪 压不住也得压 这个大造化是神须之主的 谁敢染指谁遭殃 肉不让吃 汤还是可以喝点的 主上说了 可以来磨刀 至于怎么磨 能不能磨出一桩机缘 全看自身抵御 要不 你我来一场文斗 赵云随意道 正和无异 神须第一殿主悠笑 扶袖摆下了棋盘 其后一幕就格外和谐了 两个不死不休的仇家 针就心平气和的对异 当然了 心平气和不代表不吐血 第一殿主怕是输上头了 不等最后一子落下 便喷了老血 下棋是真 道的博弈也是真 输了棋局 也被永恒之道重创 你家还有哪个睡不着 都叫来 我给置之 赵云这话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就差来一句 谁再来这蹦打 不给其收拾的服服贴贴 老子就不姓赵 别说 真有不姓邪的 第一殿主之后 便是神须第一天王 欲望驱使 他也想沾沾永恒的光 对于这号的 赵云从来都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的 就这 还有上赶着挨揍的 啥个护法呀 啥个祭司啊 那是一个接一个 排着对来的 搏击员的友 找造化的 也一抓一大把 却是无一例外 被揍的怀疑人生 有意思的剧目 在神须禁区上演了 但凡能排得上名号的大神 基本都来寻赵云约过一架 结局嘛 非但不美观 还异常血腥 乃至其后三五十年 都不见一尊顶天大神 出门溜达 更有甚者 道心崩溃 修为遗落千丈 按上苍的话说 某人再在神须住个千百年 禁区的神 都能被他整抑郁了 这 也怨不得人赵云 是那帮兔崽子 头太硬 专挑硬茶干 没有无望魔尊的底蕴 却竟想美事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8章 宋奸入体 作者 六界三道 还有谁 月下 神须禁区 轰为阵阵 并非下雨天 是神朝之主 在亮嗓门 不服 打服就行 即便被镇压 也不妨碍 他逼个圆满 尴尬的是神须 除雀无望魔尊 屡败屡战 且修出了永恒 其余的顶天大神 无疑不被揍得心静惆怅 欲沾永恒的光 不只得心智坚定 还得抗揍 赵公子就很能抗 日日夜夜 被顿甲之光普照 依旧坚挺 他坚挺了 郁闷的 就是神须众神 逢他永恒到音响彻 总有人睡不着 时常走火入魔 夜深人静 赵云又来闲情意志 拿着俩铜钱丢来丢去 曾有小神进来偷看 见此近况 都不禁挑眉 听老辈们说 神朝之主心态贼好 却先有人性 而今一瞧 果实不假 不过 想想也对 被镇压于此 无事能做 可不得找些小玩意 打发时光 正 烦 正 烦 没人来约架 赵云就多了一个自言自语的臭毛病 跑来偷看的小神 都不觉以为 这货被关得太久了 变得有些神经病了 也怪他们见识短浅 难以琢磨大神之心境 赵云可不是无聊 而是凭两枚铜板 回首自己的道 正与反 恶难与造化 他这一路 得了多少机缘 就遭了多少血减 十年 足有十年 神须祖殿无人踏足 连无望摩尊 都好似 将他忘去了 迟迟未找他意念战 也或许 那似有了顿悟 又在永恒路上 跨出了一大步 悟 他也在悟 悟他平生所学之道 时间 轮回 剑 五行 乾坤 星辰 日月每一道都是一条路 都有记忆的痕迹鸣刻其中 道 无止境 永恒 不是尽头 他用了一个夹子的岁月 第二次如阳百经 这六十年 神须可谓热闹非凡 因他悟道而出的异象 隔三差五地在虚无演化 每一副 都伴有奥妙的道音 都蒙着不死不灭的色彩 禁区吗 至高神的传承 最不缺的 就是上境的人 聆听他道音者 比比皆是 观瞻他意向者 也多不胜数 完了 神须就多了一堆疯疯癫癫的神 虽说悟永恒是个好路子 但悟不好 谁难受谁知道 如那帮疯癫的神 就病得不轻 起早贪黑地往坑里跳 不疯才怪 六十年 赵云无蜕变 亦无涅槃 反而这个世界 在他眼中 变得越发朦胧 他也变得神圣叨叨 时常会难语一个字 橘 而他丢下的那两枚铜钱 则随着他的南语 变成了一时一须 他沉默了很久 如一尊雕像 做那一动不动 知浑浊的眸 闪烁出了一道迷茫的光 又一次 他抬眸看星空 看那漫空顿甲天字 如地上的铜板 那一颗颗天字 竟也在虚实之间来回变换 时间久了 他的视线还变得有些模糊了 就像蒙了一层面纱 蒙蒙隆隆中 他又见虚妄之河 似在眼前 触手可及 可伸手去摸时 却又好似比那岁月还遥远 许师看得入迷 他俨然不觉 有一道倩影走上祭坛 待回眸时 正见一只玉手 朝他脸庞摸来 且还伴着温柔的轻语 赵子龙 你老了 是羽膜 也有好多年没来了 惊艳的他 是一身素衣 赵云看着面熟 李昭阳的衣服 大唐的他 就是这般装扮 可有想我 羽膜轻语一笑 拿出了小剪刀 帮他剪胡子 是天道轮回眼的太真 还是你我入戏太深 赵云倒也老是安分 缓缓闭了谋 任由羽膜给他剪胡须 得亏此地没有外人 若有 若听闻两人的谈话 若见了两人之神态 定会怀疑一番人生 曾经不死不休的两尊神 说起前尘往事 竟能这般心平气和 所以说 某货很有女人缘 保不齐 孟魔与他相处久了 也能对他温柔点 我知道 可还喜欢 不愧是女神 手艺不错 没人有没人的好处 貌似干啥 都毫无违和感 如雨魔 帮赵云捡了胡子 还很贴心地 给人换了件新衣裳 白衣白发 这才俊朗 雨魔奄然一笑 递来了一颗果子 此果很不凡 竟有一柄指甲大小的剑 环绕其周身 森罗剑 赵云剑枝 不禁一愣 此乃森罗禁区的荒神兵 早已归他神朝所有 竟在雨魔手中 而且 还被一种很古老的秘法 极尽遮掩 若非如此 悬于虚空的无望神刀 不会无半分反应 哪来的 赵云问道 找父皇借的 雨魔道 你见过道主了 赵云谋中多了一抹怪异之色 相比当年的打打杀杀 他看我的目光 少了一分杀伐之意 多了一分慈祥温和 天道轮回就是这般奇怪 仇家也能应结成妇女 雨魔的轻语 平平淡淡 说着 他还将森罗剑打入了赵 云体内 他想救赵云 奈何底蕴不足 纵借来了至高神器 也破不开荒神祭坛 莫说他 整个神朝 也寻不出一个 能破此封印之人 先听女君和九世神话 或许可以 自在邪念和露天女王 多半也行 可那四尊大神 死的死 伤的伤 早已无力回天 死局 这是一场必死之局 即使救不了 那便让他多活几年 一尊至高神器 会伴他余生 渐渐消亡 你就不怕我逃出生天 灭了你神须 赵云又道 若真有那一日 你会不会杀我 雨魔似笑非笑道 一千万一两 绑你的可能性比较大 若没人数 你得找个好人家 把我嫁了 雨魔如风一般来 也如风一般去 走前还回眸看了一眼 修仙 正道 风神 都不及那场应节的梦 来得让人陶醉 正 神须祖殿中的刺耳剑鸣 只赵云 一人听得见 然 得了森罗剑的他 却依旧坐在那纹丝不动 动有用 即便至高神器在手 他也冲不开荒神级封印 纵能破开 他也走不出神须 有无缺乾坤的禁区 就是这般霸道 等你的第一百五十七年 赵云拿了毛笔 用舌头舔了舔 在祭坛上画了一笔 至于你 自是指一个信业的二伙 该来了因果了 他需要一个同级别的永恒 来激发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如此 才能破开封印 才有希望 顶着无缺乾坤 杀出神须 那一日 不会太久 他有感知 能感知到因果的另一半 正渐渐靠近风宇宙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59章 岁月如风 作者 六界三道 等你的第一百七十三年 等你的第一百九十六年 赵公子的那根毛笔 已不剩几根毛了 可他依旧 在每年春暖花开时 在冰冷的祭坛上 稳稳地划上一笔 如此举动 莫说神须的小辈 连无望摩尊 都不禁挑眉了 怕不是真如小神所言 修出大成永恒的这位 被关得太久 脑子变得有点不咋正常了 此番闭关 怎地无半分长进 说到神须之主 在来祖殿时 被赵云说教了一番 出入门境的永恒路 这祸走得貌似不怎么顺利 乃至前前后后一百多年 依旧在原地踏步 看其谋中的一点斑驳之色 便知悟到出了问题 能否为我解惑 无望摩尊悠悠一笑 我敢讲 你敢听 赵云说话时 头都没抬 就坐在祭坛上 埋头倒过那两枚破旧的铜钱 找他问道 开什么国际玩笑 当然了 无望摩尊硬要听 他还是会为其讲解一番的 至于里面有多少坑 那就看某人的脸 大不大了 如能走出大成永恒 无也一样可以 无望摩尊冷笑 如他这般豪言壮语 神朝那个性狂的人才 平日里也没少刀刀 然 道不好悟 路也不好走 他们的永恒 巨大成 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哄 碰 多年不曾意念战 无望摩尊怕是憋了一肚子火 将一身的郁闷气都化作了无穷的战力 自开战 便无甚废话 有的只是功法在功法 赵公子就淡定了 意念中不死不灭 怎么打都料不到 结局 是他无悬念的大圣 一路将无望摩尊打得道光崩灭 无 还会再来 同样的台词 无望摩尊已说了无数遍 每回被揍 走时 多少都带点火气 难怪 你站不过他 望着无望摩尊远去的背影 赵云有一声难语 口中的你 是指他的好机友狂音节 虽然他看无望摩尊很不爽 但他不得不承认 神须之主是个万古难见的妖孽 给其足够的时间 真能问鼎大成的 在此之前 他若未等到夜晨 必被炼化 说到夜大少 他又妄想虚无 风雨昼 鸣风飙悍 但愿那霍过来时 多吃些特产 最好是一上战场 便嗷嗷直叫的那种 待收谋 他缓缓毙了谋 并非沉眠 而是亏看乾坤 亏看神须的乾坤 未雨绸谋 他得研究透彻了 他年 好与夜晨联手 给这片浩瀚的天 捅一个大窟窿出来 他这一看 便是十几个春秋冬夏 期间 三界并不平静 确切说 是大乾坤不稳 接阴眼宇宙 时隔多年 又与风宇宙这个老邻居 在虚妄中碰面 两个宇宙 虽还相隔很远 但都相互干扰了 各自的乾坤 世人多心颤 隔三差五 便见电闪雷鸣 时而还有可怕的 异象演绎 淡定的是 列位上仓 一个个的 都稳如老狗 若非天道 不得随意降临 其他宇宙 他们定去 炎宇宙转一转 咔嚓 第二百三十一年 神戌的残破 小世界中 有一座坟头 炸开了 泥土中 有一个乌七八黑的少年 狼狈地爬了出来 趴在地上 吐老血 定眼一瞧 正是伟天老道 本是自我尘封 却从沉眠中醒来 而且还返老还清了 得 又一个降阶的 名神深吸一口气 又 为什么说又 前面还有一个字在邪念呢 整个宇宙 就他俩 有伟天道之力 这整的 都跌到了神明镜 一场恶难 一场造化 伟天老道 虽是修为大爹 可他当年的伤 却复原了 不止复原了 他之神力 还染了一抹永恒的色彩 这 都归功于狂音节 没少以永恒道 滋养其坟头 久而久之 才有了如今的光景 莫玄那个感慨啊 本来是等赵云为他疗伤的 到头来 没等到那小子 却被一个半吊子永恒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于是乎 有感发的他 当晚便与狂音节 拜了个霸子 哇 第三百七十四年 沉寂一个甲子的葬神鼎 轰得一声颤 随后 便是神魔塔和太语宫 都在同一瞬 绽放了无上的光辉 你们的主人 都还活着 扶摇立在飘渺虚无 看了两久 三尊至高神器 不会无缘无故地有此异状 既是这般不正常 定有不凡的事发生 保不齐 太语 永恒始祖 和震天之神 真还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 第四百六十五年 风宇宙的天地 多了些许大裂缝 裂缝诡异 总会在毫无征兆下 显化世间 不知有多少生灵 不慎跌入其中 先有人出来 那 是天道商 在乾坤中 演化成了一片片小世界 怎会如此 太上南宇 眸光不止浑浊 还暗淡无光 如他 自在天和苍天的状态 也好不到哪去 新年 小宇宙一战 他们都残了 再有大宇宙轮转 必退下天道 可 而今 宇宙轮转位置 他们的伤势 却莫名地加重了 照这般驾驶 又何须等到那一日 他们的天道火 便会一一烟灭 难受不 上苍才觉 瞥了一眼太上 苍天 何自在天 三人不语 都在第一时间 瞥了回去 连带上苍 混语和原始 也一并烧上了 眼神中的寓意 都极为明显 末热无等 后果很严重 嗨嗨 才觉瞬间 耸了半分 原始和混语 也纷纷望向天外 的确 惹毛了这三个 后果很严重 真若在退下天道前 找他们拼命 整个宇宙都会大毁灭 耸归耸 他们的眸光 都异常深邃 天道的伤 不会无缘无故地加重 期间定有变故 看过 三人才知 是规则生了诡辩 才致使天道重伤 这一日 上苍一手扶过了世间 完了 神界 仙界 凡间 地府 便没了制裁者 是天道收回了大乾坤 亲自执掌 以应对规则诡辩 碰 时间来到第四百九十九年 有一道震天的轰鸣 响彻封宇宙 这几个刹那 宇宙是动颤的 有一缕缕毁灭之光 纵横于虚无 又又又又又又 怎么了 碧是影修的鼎天大神 被惊出了一大片 他们心计 他们也茫然 茫然地看天地 无人知晓缘由 也无人给他们合理地解释 唯有赵云 自沉眠中缓缓开谋 一语沙哑不堪 来了 他等的人来了 无需穷尽目力去看 便能感知到 另一个大城永恒 降临这个宇宙 阴阴果果 总要有一个轮回 他来 死局可解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2560章 外宇宙来的人才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轰隆 今日的风宇宙仙界 与往日略显不同 电闪雷鸣的 打雷就对了 来了一个姓夜名臣的牛人 没点大动静 属实配不上他的逼格 就是 塔尔金的状态 有点影响他那 威武不凡的形象 赵云 出来接客了 夜里 大储第十皇走在黑灯瞎火的山林 一路走一路喊 出来乍到 一步留神 迷路了 赵云指定来不了 倒是窜出一个大家伙 想把他当串撸了 人小金汉 别看他是一坨小鲜肉 但干起仗来 还是很凶猛的 我这左眼皮 咋个总跳 神潮的残破小世界 狂英杰坐在山头 一个劲儿的柔眼 人都说 左眼跳极 右眼跳胸 难不成 近日有啥大喜事 阿 相比狂英杰 赵公子 则在打喷嚏 何须掐指一算 便知信业的那个二货 在对他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混沌到永恒 不朽不解 赵云微笑地捋了胡须 恰逢无望摩尊踏入祖殿 见他如此 不禁来了些许兴趣 因何发笑 想起一桩美事 赵云揣了手 何等美事 无望摩尊悠悠一笑 赵云则回了一个邪式的眼神 你他娘的数八卦的 老子想啥 关你鸟事 无望摩尊丝毫不怒 反而笑得玩味细虐 如 是时候留一言了 这话 说的一点毛病没有 至少 赵公子无甚反驳 岁月沧桑 五百年光阴 纵他大成永恒 也撑不住了 再有十几年 他便会被彻底恋化 若这期间 无望摩尊的永恒道 再有精进的话 他未必撑得过十年大限 所以说 他 的好基友是卡点来的 So 正想时 他突厥眼前一抹黑 在现身时 已是混沌的世界 无望摩尊不是来找他唠嗑的 是来找他干账的 这几百年的岁月 他都是这般过来的 已是渐渐将一块锈铁 打磨成了一柄盖世神剑 对 就是神剑 而今的无望摩尊 比之西年 脱胎换骨了 永恒的路 此祸已走得很远 这也是他撑不住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 最让他恶心的 还是顿甲之光 日日夜夜的照射 不死不灭如他 心神都时而恍惚 这 可不是好兆头 一旦心境缺角 恶难将是毁灭极的 破 无望摩尊 已习惯了失败 今夜又败一场 与以往不同的是 赵云之形态 也狼狈至极 他磨出来的好刀吗 早已锋芒无匹 再有几年 他多半 就压不住了 战之道永恒 笑话 无望摩尊嘴角微翘 如鬼魅般 消失在了神殿 他在蜕变 意在涅槃 皆是一战接一战打出来的 而这等蜕变和涅槃 正无限逼近功德圆满 只要将赵云彻底练化 他的道 他的路 便会走至最巅峰 等你的第五百年 赵云又拿了毛笔 在祭坛上划了一刀 完事 便把笔扔了 希望之光 已缓缓燃起 他已迫不及待 见那个信业的人才 哄 碰 其后多日 仙界都颇不平静 某人是自带热闹属性的 走哪哪热闹 吾着右眼皮 咋个总跳 此番柔眼的 不是老狂 是禁区的大神们 不知为何 近日来心烦意躁 总觉有坏事临门 自这个夜起 世人多了一个仰头 看虚无的臭毛病 天上没有美女 却有一轮四隐若现的月亮 生得洁白如雪 且照入世间的光 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莫说小辈 连诸多顶天级大神 都经不住心神恍惚 月神 夜深人静时 扶摇曾独自望天 神色正正 时至今日 他才堪破天机 原来 九世神话也还活着 那轮白月亮 便是最好的证明 神朝 气数未尽 伟天老道 难难一语 赵云还在 月神也还在 那个天道轮回 真能腐朽化神奇 妖孽 妖孽啊 两人看时 又一道人影落在山顶 乃神龙道尊 手中还握着一枚玉剪 带玉剪捏碎 有一道水墓呈现 水墓中 是个胖嘟嘟的小孩 正挥舞着小拳头 敖战众神 哪家的人 伟天老道 双目微眯 且异常深邃 还有扶摇 看那小孩的眸 也颇多一样 只要眼不瞎 都能看见 其体魄上绽放的光 蒙着永恒的色彩 已派人查过 外宇宙来的 神龙道尊收了水墓 外宇宙 扶摇难语 如梦一般消失 自神介入了仙界 伟天老道也走了 去的是神须 谁家还没几个好战的主 三天两头的 出去找人干掌 如 霸天神体 就趁着月黑风高 潜入了神须 这会儿 正拎着他的刀 大闹禁区呢 五百年了 无望魔尊有蜕变 他也没少涅槃 正所谓 一高人胆大 才有了这孤君深入的巨目 结局 不怎么美观 既是孤君深入 岂有不挨揍的道理 莫说他了 巅峰时期的赵云 来了神须 也一样遭乾坤压制 嗯 黄英杰杀出神须时 闷哼声是异常昏沉的 进去捣乱是假 看赵云才是真 虽然他未见到好机友 却极为确定 那小子还活着 要不咋说 大成永恒牛逼呢 五百年了 还没被炼化 说到永恒 他曾不止一次地 还看乾坤 不知为何 他的道 在一顺顺地悸动 还有人修永恒 狂英杰 眉宇微皱 他不知是哪个人才 只知那人 对永恒道的参悟 绝不若赵云 若非如此 他的道 则也不会这般躁动 是场价 同搜无期 绑票 是个技术活 神朝之主干得很专业 天庭圣主干得更专业 没错 大楚帝十皇 又干起了老本行 他也想要点脸 主要是这个宇宙的神 推不讲武德 于是乎 他就多干了几票 捉了一窝子神 满星空的要赎金 你也在局中 赵云的南宇 伴着的是起伏不定的心境 他以为 无形的局 只限封宇宙 未曾料到 叶晨也是局中人 天在作局 赵云望向了飘渺虚无 没人给他答案 怕是连无上的天道 也说不出所以然 本章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